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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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語都會喜歡 之前很流行女神 加油 或者散水 我們都會做 講這些 離路味 古老的味道 背後有意思 真心交 真心的朋友 我們香港人才會明白的字 我們是香港第一間 本地手拉糖果的糖果店 我是Jeffy 我是Manny 我們在2014年 就在荃灣開我們這個糖果廠 現在已經五年了 開始的時候我們都用了六位數字 去開這個廠 我們最近十月份的時候 就開了我們第一間零售店 每一個糖果 我們大概要用三個小時來做 最難做可能就是 砌圖案的部分 因為砌圖案 你在最後才知道 圖案是否漂亮 還是要用三個小時 對方來自然 還是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 會在延估案 十五位 兩位 六位 兩位 兩位 一位 一位 六位 我們做之前都會畫圖 有奴才、有女神 這些有趣的字 可能之前我們 王子華很流行 是這樣的 很出奇 我們又做一對給他 小鎮就是想你整個人醒目一點 背後有意思 有正能量的樣子 倒數他要用的 是否執二零一九 因為他是全人手造 沒有帽子可以幫到你 我們都會有小小的大小偏差 我們有做過一個新年款 是寫著招財進補 其實那顆糖的尺寸只有1cm大 因為我們要不停地翻動糖果 而糖果是很熱的 我們有試過拉傷 當然也有試過拉傷 腰等 我們調色的時候 我一個精神不夠 它淺了上來 就會黏住我們的皮膚 可能因為他們是外國的口味 我們比較香港的 例如我們的西瓜 我們是我們小時候吃 吹波糖的西瓜 現在可能已經沒有了這個吹波糖 但它可以在我們的糖果裡 找回這個回憶 我們小時候可能吃過一個 條狀的扭紋 前後都要扭的糖 那個提子味都很深刻我 我們都追著這個味道 都找到這個提子味在我們的硬糖裡 糖果其實不是賺大錢的工作 我們因為所有東西都是手做 我們每天生產多少糖果 其實是有數得計 可能我沒有預見糖果 可能我都會像一般年輕人 把這塊錢放進樓 香港人很少會著眼在糖果 可能掛著麥克風 或者一些大牌子的食物 朱古力 媽媽經常都會問 可以吃糖果嗎 可能他們四歲五歲 可能未吃過一顆硬糖 這個快樂好像沒有了 我們很想讓多些人喜歡吃糖 不是一點 problems 在金人所們需要 daha多的 都依然說 這些大腦 然後再謀僕 最關於大腦 那 錢 Ital